吃完海蜡 再搞点吧 再搞吧 给他找到那个45度的这种 监控视角 今天拍照有趣吗 其实他有好多西瓜什么的 西瓜为什么有趣 我觉得跟你在影片很好 就有一些我想说到 西瓜的有趣在哪 有一些我想说到 让我又觉得有点伤人的话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认识了很长时间 因为和他非常能聊得来 他能理解你说话的背后的情绪 和你本身要表达的东西 就这个节目 大家看到这个之后 会愿意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就你遇到事儿之后 你可以找朋友 走吧 并不是一个多么华丽的地方 就是普普通通的家 我感觉还有大平坑 还有露天露台 咋子也得三世一天什么 节目不大 但咱们的标准端 大节目来 你上个高点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你拍高尔酒 你拍他就真真委屈你了 而且你没发现咱俩拍照 虽然是会给我们提同样的要求 把头低一下一点 就像 我以为是说怕眼睛 不是 不是 就是可以把下部收了一点 但他们相机往往都很低 对 往来你看镜头 把你上下部就出来了 对 往来还有的时候 你测一点 测一点回来 眼神给我 我根本回不了 我根本回不了 就是自从我认识毛毛之后 我每次遇到过不去的事情 我就会去毛毛家里 然后坐在他家沙发上 那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一群朋友坐在那 那个感觉很好 我又觉得 这个事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记录 来呈现给大家 就是想让大家在无聊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人陪伴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陪伴感 希望大家看着很轻松 要到了 要到了 我走了 我都回来了 准备下车 看看我们的新家 密码也拍 把我们的密码都给暴露了 这就是盛阳老师 就是他的脸 我得写 你们马过来 走吧 换拖鞋吧 你来的黑的够大不 大吧 我来的够了吧 差不多 哎妈呀 这地也太埋态了 还真挺大 那玩意咱俩换拖鞋 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这不像刚装修 是装修了还是咋的 妈呀 这都是啥玩意 这都是咱俩的东西吗 是吧 我不记得有这么多 你等会我把衣服换一下 你穿哪儿换去 我上厕所呗 要不咋 这屋也太埋态了 我的妈呀 哎呦 给个团 天 好 照顺呀 累不着呢 趴一会儿得了 整个这三地板 那一掉狗毛老明显了 给你衣服 太埋态了 咋整啊 震的吧 毛老师 嗯 咱俩严肃地说一下 好 就这屋这个城 你能忍吗 哎呀 我能忍 反正 我就把那个面上脱不脱不得了 反正我能忍 这玩意你要忍不了 你就得干 差不多了 拖一遍我觉得行 行了吧 差不多了 你别差不多啊 这不是害埋态你吗 我拖会儿来 我拖 好 行了 差不多了 别拖了 咱俩一会儿那些对对东西 整完还得再拖一遍 别拖了 那拖能完了吧 他还得 我能忍 反正 那拖能完了吧 他还得 歇一会儿吧 好喝吗 挺好喝 可这地毯上喝咖啡挺危险 一拔的就拖了 尤其咱们这个浩哥 差几张吃饭的 那一拉了 那一拉了 哎呀 拆吧 你先拆吧 我看那都啥呀 哎呀 这是我带的 咱上次就这个锅 跟张老师那次 对 这都啥呀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 最瞎的一个东西 啥 就是你把鸡蛋打里头 反正它就变成一根 然后你可以拿回去吃 一根鸡蛋 对一根鸡蛋 你吃过一根鸡蛋吗 它就像鸡蛋糕似的 但是它是一个根状的鸡蛋糕 这是买的干碟 买的啥玩意儿 蘸水 拉热面 哎呀 这东西搁着吧 大家别馋了 你看看我都带啥 我这都凡姐给我装的 我室友给我装的 这楼下吃的 不是吃的 我看看都是啥呀 泡脚包的 这是我带的吗 是 我反正没带 这是个啥呀 口罩啊 口罩 这个挺好 你看这都我室友想的 这是你的 袜子 这也是我室友给我戴的 还是袜子 我说我回家 我咋找不着我袜子呢 都给我拿这儿来了 哎呀我洋帆哪 我室友啊真是 我感觉他想把我从那个家撵住来 其实他就有 他就是不想让我再回去了 我感觉 就差把我铺盖给我装来了 就满像都写着一个字滚 哈哈哈 你带这楼下书 哇 我是整这楼下书干啥呀 我室友啊 悬崖上的摩西 逍遥游 哎我有个这个 帖子 啥呀 无一百零一件事无聊时做作 我室友给咱俩带的 好玩吗 你说一个我说 学习杂耍 有病吧 是书 哈哈哈哈 我看 还教你怎么练呢 撒个 撒个球 你还教你 还有步骤呢 如果你完成这件事 可以在这里贴一颗成就之星 你说这那多无聊啊 杂耍 哎呀 哎呀 哇这里边还有成为天才 无无聊时做的一百零一件事里面有一件事成为天才 对 大家看一下葛这能不能成为天才 练习杂耍学习杂耍 学习杂耍 你看看啊 在公共场合闹笑会 那不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哎 嘿 最后一个了 这个是个啥呀 烈心哪 哪一个 烤肠鸡 你家有烤肠鸡 哎 樊姐给我带一带 我太喜欢吃烤肠了 真的 买呗 那玩意能吃几回啊 那你不觉得家里有个烤肠鸡很幸福吗 樊姐给我带一带 我跟你讲吗 我反正樊姐不想让我再回去了 让你卖口肠 同时学习杂耍 徒师成为一个天才 我把他这块熟着熟着吧 拿来我放冰箱 这一箱怎么能放那 这也没有个收纳空间呢 我感觉收纳就是把东西藏起来 口罩我就放门口 谁来 走了就能戴 我连纸盒线一起往里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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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 你们每回搬家你也这么熟是吗 熟是呀 你一个熟是呀 不会这么埋的 首先 那不 我们每次都这么埋的 我现在老难受 我一会儿还想去把这地搓一搓 你看这地上全是那个印的 黑天就好了 看不着了 哎呀毛哥 这咋子带着是啥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好啊 你学习女士 你好 圆宝 哎呦 哎呦 啊 他怎么这么巨大无比啊 啊 哎呀 过去 过去圆宝 火锅啊 你们在收拾的也真是 放这儿吧 你别给他吃了 圆宝 你还记得哥哥不 哎呀你过去过去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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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妈呀 他一直都这样吗 对他一直都这样 哦对了马上 给你带了个礼物 小礼物 这是啥呀 香薰纳烛 你之前不是在家老点吗 哇 谢谢 谢谢 敷衍的感谢 先放这里 还有一个钟一轩给你 钟一轩 他给带来个毛血旺 他给我们带来个毛血旺 钟一轩挺点题 就是这个 谢谢 天冷了 咱们喝点热饮吧 这个是那个瑞幸出的新品 最近是突然冷了好多 天凉了怎么整 还得拿铁手里捧 这个杯挺好看的 对 它这个是瑞幸在圣诞期间限定的 那个卧卧杯 全新设计的 你看这都小套 你这蓝的蓝的红的 我跟你说我点的这个 奶香味贼族 然后它的口感是 是自流顺滑的那种 而且我点的不加糖的 很好喝 你想知道我这个叫什么名字吗 我咋不知道呢 那个是丝绒拿铁 超你下回尝尝我这个 太飞真香拿铁 它有真果味 尝尝是不是真香 哦 真的好喝 哇瑞幸真的太好喝了朋友们 最近如何呀 专辑出完了吗 出完了早就出完了 几首啊 六首 不知道啥呀 石峰里的情书 我里面写的关于期待的东西的就是 但总有人接手我的无礼曲呢 我们一起戴上手铐 囚禁彼此盗牢 然后我躲开最坚硬的毛锋利的刀 大不迈向 你都拥抱 等着你我等着你 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用嘴把歌词念出来尴尬不 他不尴尬 哈哈哈哈 他可不尴尬 你尴尬吗 我尴尬 你尴尬 为什么 用嘴把他念出来 我就自己尴尬 但我念别人的就不尴尬 你自己写的干个啥呀 因为他写的时候他会念 对 再放一放吧 我抱着你痛苦 你现在听的不是这个版本吗 我后来也会在你家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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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ok 你是jak book 我后来也也会在你家听过 全 rust的 我还要替 ее 泰乔 随着你家听你家听过 歌时间跨的比较长 高中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部分有的歌 是我写了七年的时间才把它写完 那这封情书要给谁呀 嗯 这封情书其实是给 也给自己也给我 个人吗还是 给给自己也是给未来的 某个人 这七年间这封情书 还没给东旭呢 七年了哈哈哈哈 哎你他你你有你是社交牛批证吗 不是吧 他其实不是但他看起来很外向 嗯 我就感觉好像你需要认识一个认识很多人的人 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他要认识很多人 你就能跟着他一起认识其他人 哦就不用到处去对对对啊 所做一个就是呢 但你和那些你通过他认识的人你也不能单约吧 不不会 哎哎哎哎 哎谁谁谁 不说谁了 我讲讲讲 谁呀就一位朋友一个朋友吧 我就是把以前我们也是那时候住大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住一起 然后就会请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某室友什么的都在 来过一两次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就开始不找我直接找我的一些别朋友出去玩 就是比如说是这样的呃 比如说你找我这个事我一点不愿意干 找我好几次我都不愿意干你找凡姐那我觉得太好了 我终于有人把你就伺候过去了哈哈哈哈 我再去陪你了把你伺候过去了 对呀但如果这个事比如吃饭 哦吃饭我这么爱吃饭的人吃饭 你没找我你找他去 我就承受不了 比如说找剧本杀我就不会找你因为你翻 我就问过你你就说你不爱玩剧本杀我就不会找你玩剧本杀 你就找他 那我直接找他你会生气吗 我可能会 哦哦 但是当时这都是我以前了我现在就对了 哎呀我现在找到那些平静了 哎呀哎呀 请玩请玩 哈哈哈哈 哎但你们会不会在意就是自己好朋友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块玩 在意 我很在意 我太别在意 我又觉得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我感觉像被背叛来一样对 真的吗 真的 现在还会吗 会 你说两个人笑点一致很重要很重要吗 重要 嗯我觉得挺重要的 就你讲个笑话他不笑 那完了 他说怎么了 我们讲你给你讲笑话最可怕最最怕听到的就是 所以呢 就有的人他真的不幽默你知道吗 就我俩上次就是我觉得就有那种 天使跟你说话他就说 哇你真的是绝绝子 就在幻想中 我们看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很多人喜欢说绝绝子我觉得很好 行继续保持继续保持 在我最近看到好几个文章 就说说离开绝绝子大家就不会说话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形容啥都是绝绝子就是没有其他的那种灵动的形容词 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日常用语 书面用语学术用语和那网络用语都属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你串用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别扭 但其实我原来还有一个很 我不太适应的 我是到了大城市才适应的 嗯 就他管你他不叫你的姓只叫你的名啊对对对 对那我们那边一般都叫俩字的就羊羊 对羊羊毛毛 我姐叫张雨露 然后露露 我们就把露露姐露露姐 后来到城市里就叫雨露 对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城市 他不是那种我们小县城的那种感觉 我以前别人叫我名字我会觉得奇怪的 就是叫廖俊涛我就喜欢 因为他们以前都叫我包子 但你会记得自己的时候 你好我叫廖俊涛你就叫我包子 可以会啊 啊我可以自己起一个 你好我是毛B 你就叫我水晶之恋就行 哈哈哈哈 你会叫我 我其实有一点叫我出口 比方英文名呢 英文名我也不行 我就觉得就是 起一个英文名怪怪的 嗯 腾讯你就好多吗 啊 但是非常好的英文 我觉得很好的传统 大家叫起来非常方便很亲切的 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阶级啊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是吧羊 要不先吃饭吧 先吃饭吧 哎我想做烤肠吃 我从小都爱吃了 我真的这一辈子最爱吃的就是烤肠 吃 你看点丑的他靠啊 哦 不赢吗 可以吧 可以可以 哎 肉香上来了 哦 哦这边锅都开了 可以吃了 我特别喜欢跟能吃的人一起吃火锅 就是你点啥东西你就不怕剩 哇 好吃 周恩轩吃火锅还一定要有米饭 啊 好多南方人我觉得都是 你们能吃吗 也也也会 就有吃的也有不吃的 你们会每天吃火锅吗 有锅 一周可能吃四次都有 那你们重庆人会在觉得在外边吃到所有火锅都不好吃吗 成都的还好 就只要离开川鱼的话就嗯 重庆有夜生活吗 太豐富了 哎 重庆 凌晨三四点 嗯 剩完方多少 凌晨三四点 那串串摊全是人 对 它就一个 就白凉的桌子 让这个摊 出现这样的地方 我感觉重庆特别好 我们之前去重庆 长八将打到凌晨三点出去 全是人 那是吃饭 可开心了 北京有没样吗 也没有 北京也没有 你感觉那烤肠熟了呗 哎呀 黑了 你说灯黑了 烤肠黑了 真的假的 真的 肠和肉分离了 它里面起泡了 我觉得熟了 你们都要吃皮破的吗 哦 我要吃皮破的 你翻一下呢 这个是爆的 给 哦 谢谢 我以前 我之前来过几次北京哈 就是 你知道初中 高中那块 就有北京青年 那个电视剧啊 什么北京爱情故事 那些 那时候你对北京印象是那样的 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多 故事的城市 北京是我去的 第一个离开 川芋地区的一个城市 你喜欢北京吗 怎么说 它这个气候它都受不了 太干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北京 特别不养人 对 我觉得北京特别忙 没有什么生活的余地 就是我就跟咱家的地方比 咱家的地方 下班早 下班是早 然后你有很多的时间 他没有夜生活 电力店都没有 他不需要夜 就是他晚上6点钟 就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嗯 我觉得大城市 电力店大城它是最大的意义 就它24小时 嗯 你说咱那地方人哪需要24小时 对 10点钟睡觉了 人都没有一个了 像沈阳都没有711 沈阳东北最大城市了 都不近 你这样说大来人民 我觉得 对 那沈阳人多 沈阳人 东方小巴黎 是叫东方小巴黎吗 东方小巴黎 我有一个感受点 就是啥 我跟你说过 我觉得 等哪都 吃饭特别晚 嗯 我以前在就是我老家那边 就我跟外婆住 他们有的时候吃早的时候啊 五点半就吃了 其实你以前小时候你放学回家 就五点半六点 对 对 五点半就吃了 进门就吃了 而且是那啥 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就是想早点吃完 趁天还亮出去我走一走 对 嗯 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不会这样子 大家都太忙碌了 就是还哪有时间去闲着走一走 你北大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学的广告 广告 对 哎你是你们学校第几的 不是我们学校第 五六名吧 六七名吧 也是学性很好的 相当于 不然 不然呢 打我自己我是废物 老毛你最多考过多少 我我初中学习挺好的 你考到多少 二三三四名 三四名全全年级哦 对 我小时候学习挺好的 初中的时候 啊 那后来数学就渐渐变难了 那橙子 谢谢 有好几回人说哎你用多美话说一句新年快乐 我说新年快乐一样的是吧一模一样啊 他是不是说让多美话说个过年好 我说过年好 还咋说呢 那那那特别一点的呢 别人完全听不懂的那种也有也有我们那边名词会有一些就比如说 好像是资料吧 我们叫 丁阿兹 啊 丁阿兹我们那边也有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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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词我觉得还有意思 新年快乐他能有啥 东北话给大家拜个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人家觉得你这么没有诚意 对 就是你对 他就相当于 那个丸子这个阿兹 哈哈哈哈 他就想想你说这个 这种啊 丸子这个阿兹 那个 所有的老铁们 新年晚 新年 什么港港 新年贼好 新年贼俩好 有这种的 我们平时哪这么说话 对啊 你就得硬想一下 啊 硬西博店图话 网络上东北人说吃蘸酱菜 对 这是玩家后院的大改 哈哈哈哈 对 啊 就希望有这种 那你们看到这不扯吗 扯呀 如果在网上看到别人这么说的话 扯呀 扯呀 拿不扯呢 我以前在海淀那边的时候 我有时候坐车 我就经过那些 居民楼 然后我就亮着灯 然后我就 幻想 就他们在里面 干点啥呢 这些人 就是上学那个时候 你对 在北京有一个 房子 你就说这里边灯 没有一场为我而亮 不是 不不不 没有这么矫情 我就是想他们 离开学校之后 在那房子里面 这个点在干啥 我上大学那时候 特别羡慕 晚上可以坐上方 看见室这件事情 我是希望 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 这个屋不大 然后我可以待在这儿 我把门一关 这个屋 我一个人在里面 不显得空 然后这里面我打打游戏 看书 看剧 打游戏 然后困了 直接可以在那儿一睡 就那种 阳光要好一点 我也想有一个 就是像你说的特别一点的 但我要大 如果够大的话 我那边一个角落 当一个酒吧 一面墙全是酒 然后这边就是乐器 就竹子这么一条过来 那也太大了 我觉得卧室可以小一点 客厅 甚至我觉得客厅可以这么改 我之前去过一个民宿 录节目去的 它这沙发是一个坑 然后四边环绕的这种 有点像小时代里边那种 没有 那个我感觉很好 就是大家都窝在一块 嗯 就是那种 我大学自己住了一年 我不是很喜欢 就觉得人多在一起住 有安全感 自己还是有点 没底 对 我自己一个人睡觉 我就会焦虑 那你如果你跟别人一起住 你不觉得 你有的时候不得不说话吗 不会啊 不想说就不说 不想说不说啊 不需要说话 那你把放着一个人 那里不跟他说话呀 人也不会跟你说话 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呀 就他干他的 但是独居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你可以一长期不见到任何人 但是你想说话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人你就不会享有了 不是 我是 那你是自己自得其乐 我需要从别人身上 我得分享 感觉对 得分享 还得立即分享 对 来吧朋友们 合影一张 你这样这样 好了啊 这太扯了吧 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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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不出来 原宝 原宝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一张并不完美的照片 一顿手忙脚乱的自制晚餐 一场无需方向和结果的交谈 一群不定期见面的朋友 完美的照片